來 我們今天主題是 另一半亂花錢 有一句話說 錢要花在刀口上 那可是什麼是刀口呢 有一個人妻 他上網去抱怨 他說 他老公明明一個月就賺四萬塊而已 對不起 還不到四萬塊 但總想著要買奢侈品 最近又提出要換新的iPhone 你知道iPhone已經失失了嗎 還有GoGro GoGro也不上 GoGro要八九萬票 對 然後他說他很困擾 然後向大家求助 到底該怎麼溝通 那詳情麻煩志偉 其實這個女網友 他跟他老公認識一年多 就結婚了 那其實老公在婚 因為很多女性同胞 就女人就覺得說 你們男人結婚結婚 就是不同的人了 婚前浪漫婚後就 就是殘米原醬醋茶 就不浪漫了 對 但是這個女網友是說 他老公結完婚之後 對他還是很體貼 而且也會下廚做家事 讓他滿感動的 但是最近他們因為 價值觀的問題 就有了爭執 因為他說他跟他先生 兩個人的薪水都差不多 所以你賺四萬 我也賺四萬 那但是其實坦白講 現在兩個夫妻八萬塊 他們是還沒有小孩 OK的 但如果有小孩 八萬塊其實不太夠用 如果你還要繳房貸車貸的話 那他有講說 因為他們在父母的資助之下 是有買了房子 但是就是你們自己 要去付這個貸款了 所以他說光付房子的貸款 就去掉一半了 也就是說八萬塊的薪水 他可能就三四萬塊就夾房貸了 剩下的就是要過生活 那最近他老公就跟他提出說 他要買iPhone 而且是最新的十四這樣 那要買一台 剛剛鄭大哥講的電動機車 就跟他太太講這件事情 那我想說這個人妻 他會跟老公說不要 我們其實 是好機車 你都會叩叩叩 就是說應該講說 他就跟他的老公講 其實我認為 他可能有十二人或十三 iPhone 或是可能有一個手機 用三四年了 老公才會提 那太太可能跟他說 你要不要想一下 因為我們不用摘 他剛出來的時候買 你可以等過了幾個月 他可能就會降價 或是你的手機 剛好要換 要換約 你就可以有一些促銷 太太就會勸他 那機車 你的摩托車也還沒有壞 所以一定要現在換嗎 你要知道這兩筆 是一個滿大的開銷 那這個老公就很不爽 就覺得說 我跟你講是在跟你溝通 我有需要 我才要跟你講 那如果你不讓我買 我還是會買 就是連我媽都沒有管我了 你憑什麼管我 就甩門離開了 這個男的真的還滿 滿不怕老婆生氣 我應該不敢這樣做吧 對啊 我們不敢 我們不敢 我們不敢提出這種要求 那當然這個太太 她是想說 她知道她先生 是平常沒有存錢的習慣 她嫁給他 他就知道了 而且他很在意自己的 外表的穿著 用什麼樣的東西 他知道他老公 是一個這樣的人 所以他就覺得說 完蛋了 我們現在在價值觀上面 沒有辦法取得一個平衡 然後先生也不想聽他溝通 所以他就問網友怎麼辦 那很多網友說 還沒生小孩吧 還沒生就離一離 因為價值觀不同 很難經營家庭 那當然也有人講說 我覺得這也不只是 價值觀不同 其實這個男的病 人家說沒有嫁的 這個對家是很大的威脅 對 但是因為這個內容 他沒有寫得很清楚 如果說這個老公 他用的是酒 已經用很多年了 所以我就想要一台十四 而且如果老公 是用他自己的錢 當然太太 你可能沒有辦法去干涉 他可能有存了一個錢 他只是告知你我要買 徵求你的同意 那你也許可以跟他說 那我們先買iPhone好不好 那Cocoro 我們晚一點再買 而不是都否決掉他 也有網友在問 所以他的過程跟內容 他沒有寫得太具體 所以就也有人 聽男生講話了 了解 那Baby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會老... 這個如果是你老公 你會讓他買嗎 其實我不會讓他買耶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說 你已經是一個家庭了 你已經不是說什麼東西 都是以自我為中心 又不是像你一個人的狀態 所以你在做任何開銷的時候 你應該想的是 我們兩個人的薪水 有沒有辦法去負擔 這個開銷 而不是只是買一個 你自己開心 可是你開心 我不開心啊 那如果說這樣子花費 你多支付了一些 那是不是有一些付出的支出 不是我要去負擔的 那等於就是說 開心到你可是苦到了我 對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以父親家庭 就是經營家庭來講的話 應該是 像這種比較大的支出 應該是要經過 兩個人的溝通協調之後 對 再去做決定會比較好 那他甩門出去 那你怎麼辦 我跟你說回來 真的我就立刻把門鎖上 他就不要回來了 不讓他進來 對啊 因為我現在是 好要在跟你講道理 我又不是立刻就是說 你永遠都不要買 我覺得如果像志偉哥 剛剛提的建議很好 就是用溝通的方式先買一個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 或者是說用分期付款的方式 因為現在有很多購計的專案 是可以分期付款 那你自己去衡量 你付得起 你覺得你可以支付之後的 分期付款 那我們就買 可是你不能用 這種很像小孩子 任性的方式 這樣甩頭就走 因為我覺得不溝通 其實反而是最大的傷害 就等於是我們沒有辦法 取得一個共識 那你說這件事情要怎麼辦 就是變成是說 你這樣任性 我就要答應嗎 所以我一定會把門鎖上 你就是不要回來了 iPhone iPhone14現在的空機是 兩萬七千九 對 然後最高規格的叫 Pro Max 要三萬八千九 因為他一國的薪水 是啊 這不得了 一國 我想有一國 一台是他兩國多的薪水 對不對 好 那這個 黃醫師 你會讓你老公買嗎 我會看一下 我們兩個之間是怎樣的 財務結構 因為理論上結婚之前 就是一定要約定好 說是財產分別制 夫妻財產分別制 還是說是共同財產 如果今天是共同財產的話 我覺得我就有這個發言的權利了 但如果是當初就講好 是夫妻分別財產 那你今天你要花你的錢 去買一個手機 或者是買一輛車 我覺得我都不會給予意見 我是這個類型的 雖然說我完全不能理解說 他為什麼要 要去買手機 因為像我自己的手機 救我的要命 這個奇蹟 iPhone 8 Plus 8 8 其實你剛剛什麼9 我都講9耶 對啊 他還活著嘛 他那表面都裂掉 那我覺得我還是可以用 而且我即便去什麼 哪裡啊 請別人照相 我拿出一個這樣的手機 我都不會覺得自己更小 抱歉 就破成這樣 然後我覺得我都不會 那因此 夠你用啊 夠啊 夠 就是說他一直都活著 我就這樣祈禱 然後他如果有一天不行 我就會覺得 天啊 我怎麼要花好多錢 然後我心裡會抱怨說 為什麼iPhone廠商 要一直讓我們花錢 那所以我可能就會 即便我自己是這個類型的人 那我覺得如果老公 他的需求是這樣 我其實會尊重喔 因為我覺得 要去兩方都去討論 就說我是這樣的人 你看我就是 所以我不能理解你 你是不是有很好的理由 那也順便給我洗腦一下 讓我看能不能接受 對 但是前提是家裡的錢夠用 對啦 我覺得是 你是多少 我覺得是 十三 十一 你十一喔 十一 正在哥你 你用到十一而已 我說一下啦 我覺得這種手機 我大概只用它兩層的功能 我猜啦 跟拍照打電話這樣子 我們很多都沒有用到啦 對 講實在話 所以我們檢測都不用用到 什麼最高級的 對 我們都不需要錢 有的人當然要讓他覺得 他用得很好 那個就另當別論 就是說你如果是炫耀的 那就另當別論 人家的巴 等一下 李翁呢 請說 李翁多多 我還沒有拿到iPhone耶 我還拿別的品牌 因為我就覺得iPhone 對我來講 第一我覺得它價格過高 所以我就選擇其他品牌 而且我跟你講我這個手機 其他品牌還不是最新 還是那種福利品喔 人家展示福利品喔 我就想說它都能用嘛 沒關係嘛 於是我還買福利品 真的 故意是你也玩的 十一 跟一嘛 一樣 對 那有夠用嗎 其實滿夠用 就算不是用兩三 我用個四五成 我都覺得其實不用 我沒有那麼追求最新的 對 就是可以跟大家對話 然後拍照 影片分享給大家 就很夠用了 沒錯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結婚是這樣啦 結婚就是 什麼叫縮小 就是你的慾望要縮小 對 很多事情要節制 有些事情要放大 比方說責任感 是 真的啦 對 這個時候 你兩個人要成家 然後未來 因為很多事情要做 對啊 你不能看眼前 想要享受 你要往後存錢 沒錯 你的資源 它這麼有限 然後你又要把那個資源 隨便就用掉 對 這個顯然這個人 新聞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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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